经济部下面所属国安事业各位主管各位委员同仁媒体朋友 可不可以请市部长答询好吧 好 市业部长 丁文你好 市部长你好 市部长我看到在这个中游的这个相关的计划里面 他把这个加气站的这个增设这个 董事会做成决议全部停办 然后也报经济部 已经报经济部 是的 那我在这边倒想请教一点 这个政府在为了要分散能源 落实节能减碳 推动号召啊 这个计程车啊 这个还有一般民间呢 说鼓励油气双燃料车推广计划 因为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节能减碳 分散能源啊 那么也鼓励老百姓去换装这个车子 或者采购油气双用的车子 补助两万五千块钱 那么这个到民国这个101年 然后后来啊 我们看到政府承诺说 应该要达到能够有这个150个加气站 同时双燃料车要达到15辆的这个目标 能够给予这些油气双用的车子 稳定的油气的价差 而且气价每公升啊 要补助两块钱啊 那规划五年来实施啊 那去年的时候啊 既然车业者全部啊 这个公愤了 说啊 加气站政府跳票啊 原来规划说要150个 结果到只有40多个 那到处就要加气加不到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啊 中油在这个地方啊 把自己不设加气站的原因归租于 因为油气双燃料车成长未如预期 我们看看啊 韩国这个LPG车啊 超过242万辆 然后这个加气站啊 1600多个 日本啊 大概出租车里面大概99%啊 大概现在都是这个 LPG车或者是双用车 那么加气站呢 也有1900座 香港啊 这些出租车就完全都已经改为 这个用LPG的车子了 或者是双用的这种车子 那我们的政府啊 在这一方面我们就看到啊 前期达不到规模经济效益 政府政策上要给予鼓励奖励 可是政府现在 现在中油没有盖加气站 现在又要停掉了 那是不是说明 政府在这个鼓励 双油气双燃料车的这个推广计划 已经完全破产跳票了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委员刚才提到这个 所谓这个双燃料的这个 计程车的一个政策 的确 现在有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在推动 推动 那推动的结果 其实委员刚刚所说的 因为这个整个的车子的这个量数啊 没有很快的成长 那这个原因在后面啊 那没有成长情况之下的话呢 加气站几乎每个加气站都是严重的亏损 包括中油包括民间的都严重的亏损 所以这种情况下变成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可是你可以看到 车子没有出来 人家韩国可以到242万辆了 了解 日本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啊 现在大概99%啊 大概都是这个 呃 加汽车了啊 LPG车或者是 油电混 这个这个油电混合车 香港全部是 他早期的时候当然达不到规模经济效益嘛 要政府政策上去鼓励 才能够真正达到减能减碳啊 对不对 可是你可以看到 政府承诺的 说要设150个加气站 在五年之内 结果跳票 设不到三分之一 然后 说要稳定的油气价差 也跳票 别的国家都稳定的油气价差 百分之五十以上 让大家鼓励去用气 结果也跳票 这是中友的某种程度来讲 是惰性啊 不愿意在这方面做啊 也不愿意配合政府节能减碳 分散能源的这个措施啊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表示政府在这个政治上完全跳票了 我们怎么节能减碳呢 韩国人家可以242万辆 我们到现在为止才2万2千辆 那我们的能源消耗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啊 对不对 节能减碳 也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没有办法达成啊 我跟委员报告两点啊 就第一点 你刚刚提到香港或是日本 或是韩国的历史 的确知道我们来检讨跟借进 但是跟委员报告 最近有个很大的差别 台湾都是去改装的 那么呢 其他国家大概都是专门为 那个系统去设计的 车子 这是第一个改变 可是那你政府也应该在这方面给鼓励啊 你也没有给完全 LVG车的鼓励啊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的差别啊 我是把新冠公司报告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时会推这个政策 基本的背景 需要能够改善都会地区的这个 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它是从环保的观点 来处于这个问题 所以那经济部是 站在配合的角度来做 大概是这样 不完全是从环保的角度 另外一个是从分散能源的角度 落实节能减碳的角度 这是经济部的执掌啊 可是你可以看到 那次我们在开协调会的时候 环保署署长现在同意 继续的对气价每公升补助两元 继续补助两年 因为两万计程车 这些已经装了 都变成傻瓜了 大家花大钱去改装的 都变成傻瓜了 结果环保署署长就批判 说这是经济部的政策 经济部应该带头做示范 经济部应该去做好 这个加气债 经济部应该去做好油气的价差 稳定的价差 结果都没有达成 目前国内的LPG的价格 已经比任何邻国价格都低了 对啊 你比邻国低 可是你的价差要维持 才会有诱营 鼓励大家去做LPG车 因为这个价格比邻国都低 目前LPG已经在属于亏损状态 再亏下去的话呢 那你是中油整个整体营运的问题啊 没有没有 韩国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价差可以维持50%以上 日本可以维持50%以上 对不对 但是跟委员报告是 因为香港岛这么小一个 人家的加气站有58个 他的LPG价格高 所以可以容易比较高的价差 我们LPG价格是很低的 所以说你在政策上啊 你要做总体的规划嘛 你要去鼓励大家去用LPG车嘛 那你这些相对对民间的承诺 都没有 我现在请问你 是不是这个政策已经完全跳票了 现在因为中油也停办了嘛 不再去办加气站 停估之中这是中国董事会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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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 但目前这案子呢在行政院在通盘考虑之中 那你们报上去行政院也是建议就停 目前还没有 停射加气站 目前还没有决定 那至少从中油的这个里面来看的话 他负担最大的责任 那现在是不是在这个政策上已经跳票了 中油自己已经完全跳票了 就加气站来讲 包括中油 包括民营的加气站 总数目是没有达到 是事实 没有事实 总数目没有达到 然后人家家气不方便 结果你怪人家家气不成长 结果这个反客为主 刀果为因 这种情形 然后另外我们看到 稳定的气 油气的价差 这是经济部总体规划的情形 也没有达到 我们宁静的国家都在50%以上 刚才各位报告 因为他给的比价格高 我们的比价格低 我们不希望政府在这方面完全的破产 然后这些人全部走上街头 因为他们花了大钱换装这些车子 或买这种车子 这一点我提醒经济部 因为这个在去年 光是环保署停止两块钱的气价补助的时候 就已经两万机车车说他要走上街头包围总统府了 那你现在你看看 现在你要停掉的话 你们如果核定的话 那会引起大的问题 而且也让政府在节能减碳的政策上破产 私信于民 这一点我提醒您 好不好 您我们会深重处理 谢谢 另外我们看到 台电的这个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 长期的这个台电向这个后端营运基金 长期的借贷 已经违反了这个基金设置的目的 也违反了我们立法院几次做成的这个主决议 那现在有辅导这个事件 发生以后你可以看到 19了 远远超过我们原来规定的80 现在有辅导事件 现在有核市场的这种核安的这种危机 大家对他的不信任 三个核电厂现在要除役 要提 要要除役 借零就要除役了 这些经费在哪里 我们想请问一下部长 还有我们台电的这个董事件 这些经费在哪里 现在要除役的这后端营运基金都被借光了 怎么办 我们的核安谁来顾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那个核能后端基金 这个基金啊 他虽然是借贷 他真的要做除役的话 时间到的话呢 当然这个基金 核一核二核三不是 马上接二连三就要除役了吗 他已经7人都出来了 他7人都出来了 我们会照7人走 因为政策已经正式宣布 核一核二核三 要借其除役 所以呢 这边意算我们会做个处理 可是钱都被借光了 他钱已经被借到89% 90%被借走了 那是个借贷关系 他一定要还回来嘛 这是我们的核能 我们的核能你可以看到 就是 这种危机的这种状况 把核能后端营运的基金 全部进了 辅导事件以后 我们也晓得 日本这个为了辅导事件 核灾的问题 他的这个后端营运基金 几乎用根本不够 不过我跟委员报告 他那个是包括一些 灾害的处理在里面 目前我们是正常的处理 这两边的成本计算 是很大的不同的 很大的不同 我们也要 我们要为与筹谋啊 有辅导事件 我们也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上 我们能够不为与筹谋吗 结果90%的钱被借光了 这是一再的违反 立法院的主决议 因为这个是借贷关系嘛 这一点 连监察院的报告 连我们立法院的 法治局的报告 都认为经济部 在这方面违反了 我们立法院的主决议 违反了核能 这个后端营运基金 设立的目的 这部分请问部长 你要怎么样来解决 台电今天负债沉重 我们也了解 可是不能够把 为了最大的 核能安全的经费 钱借走啊 我们一定会好好做个检讨 看怎么来处理 但是我跟委员报告 检讨了好多年了 没有看到改进了 我们跟委员报告说 而且钱越来越多 这个钱需要用的话呢 我们一定 把它拿回来 来做应该用的用途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好不好 我们看到你检讨了好多年了 都没有改进 我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这个 这个汉乡公司 我们那个刘董事长 刘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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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您是军方过来的 所以整个的思维啊 大概就跟军方的这个维修思维啊 这个有关系 非常相似 我们看到汉乡公司 这样子的业务报告的话 我们可以预期啊 汉乡公司啊 永远是 没有办法长大的孩子 要跟委员报告下 因为在国防的业务上面 因为跟国防部在这个军事机密上 有非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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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联 每一个 航空 每一个大的飞机制造公司啊 事实上 它都有军用 商用 这个相关的部门 啊 这样都可以争取扩大的订单 商用部门的订单 还比军用订单还要大得多 是的 我在这边要请教一下啊 你们按照你们这样子的商用订单的看情形的话 你们有没有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市场 我们看到啊 这些相关的这个民航杂志 相关的专业报道里面都讲 中国大陆民航机的市场啊 是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 未来二十年了将要增加五千架这个民航客机 而且很多是所谓的这种载体的 就单这个这个走道的这种客机啊 区间客客客客机这种情形 现在全世界的各大航 各大飞机制造公司几乎都跟中国去合作 那请问呢 像波音啊 像GE啊 United Technology Corporation啊 像这个Ratium啊 这个Sarkovsky啊 都去啊 包括湾流啊 这种飞机都是跟他们合作 在你们汉翔里面 我们那么小 小门小户独立 有没有考虑到跟大陆的市场去结合 尤其两岸现在通航了 一个礼拜班次 四五百班 这种班次 那我们在这方面 不管是维修市场也好 零组件的承包也好 客机改货机市场也好 今后客机改货机 今后二十年交了一万架的飞机 客机改货机 人家都在争取这个市场 我们在这个里面没有看到你一点点相关的计划 包委员 我相信你关心的应该是ABC COMEX 在中国大陆COMEX 这个像中国商飞 中国商飞 现在人家就讲ABC啊 现在 我的飞机市场就是 就是博音 就是Airbus 就是中国商飞了 我们 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名机的业务里头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世界的大厂积极的在接轨 那我们也在积极研究这个面向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包到经济部 由经济部相关的 你可以看到一点了真的我们的汉翔公司啊 当初是在立法院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汉翔公司的本来是编制在国防部下面 我那个时候坚持把它放在经济部 我们原来是希望经济部啊 能够用真正的专才啊 了解国际整个航太市场产业分工这个情形来做负责人啊 结果都是空军要把甚至还有陆军啊 去做董事长 结果每年就是赔就是赔就是这样的情形 报估员我们去年是赚的 去年赚你借贷你可以看到你按照累积的债务来讲 你还是赔 是还是赔 对不对 你累积债务都还没有还完 对不对 这不是赚的呢 对不对 也是账面上的赚而已嘛 在这方面真的部长好好的考量一下 我们的汉翔啊 如果是按照我们那么小的飞机市场 那么小的军机维修的市场 那永远长不大 而且没有办法跟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去结合产业合作 那没有这种眼光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让让我们汉翔能够长大 好谢谢 谢谢委员指导